那一任女朋友 然後 大致就喜歡她 我過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就直接在一起了 秒在一起喔 秒在一起 我還要想一下什麼事情 可以跟你們分享 我還要跟你們分享就是 之前就是 交的某一任女朋友 怎麼在一起的 就這個超值得分享 這個之前 教我們認 女朋友的一個故事 其實我只是要講說 當時怎麼樣 當時我就是比較 自卑一點你知道嗎 畢竟坐輪椅嘛 光這一點 就輸了很多男生啊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就認識到 那一任女朋友 然後 當時就喜歡她 可是又怕她被 搶走 你們懂嗎 那你們知道我做什麼事情嗎 其實當時呢 這個女生她可能 也有點 對我可能有點意思 所以說 那時候我們算是比較 聊天算比較曖昧一點 反正你可以感受得出來 對方對你是 就是喜歡的 這樣 可是我 我個性可能稍微 急了一點 就是我會覺得說 因為你們 如果說今天你們 跟 另一半 從親人 從朋友變成 親人之間 發生的過程啊 一定會有一個固定的流程 叫做 聊天嘛 對不對 你們一定會 聊天 傳訊息聊天 或者 打電話聊天 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是 都是傳訊息 聊天距離多 可是 我那時候很急 因為我的心態就是怕 時間久了 可能對方 可能覺得 無聊了 或者說 淡了 我那時候很怕 那時候我在大學 那時候很怕 所以 我跟他聊聊聊 然後就問他說 欸 就是 就是 就是我們這樣子 就是 要不要考慮 下一步 就是在一起 這樣 他就跟我說 要給大家一點時間 想想看 他定了一個時間點 說這個時間點 這一天 他再回答我 那他定了這個時間點 跟我問呢 大概隔 一週而已 其實也還好啦 一週 對不對 一週還好吧 我們這一週就是一樣 是正常聊天 那其實在這之前 我們就 一起出去吃吃過飯 王阿的時候就覺得 這個女生應該是 對我是 有點意思的 為什麼這麼說 是因為 因為 我就覺得 我媽說跟他出去啊 他都會一直看我 他都會盯著我看 然後還有一些 就是會有一點點 肢體上的碰觸 比如說手啊 還什麼的 所以 我就覺得 一個女生就是願意跟你 有點肢體的接觸 是不是代表說 至少她 不排斥你嗎 不然她討厭你 你覺得她有可能那個嗎 對不對 她如果討厭你 我覺得 唉 就是對你完全沒意思的話 連碰都不想碰 有沒有懂嗎 所以我那時候呢 其實心裡有個底 我覺得 應該是 有點機會 這樣 有點機會 然後 我們 時間很快的 就到了 我們講好的那一天 要 去 要公佈答案的那一天 她那時候就跟我講說 她是喜歡我的 但是她覺得太快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認識 好像才 一個月 一個多月 她覺得太快了 可是 我還是覺得不行 因為我覺得 如果 我 就是 繼續維持這樣子 我怕很快就淡掉 因為 我覺得 不管是男生的女生 都 需要有點新鮮感 好 所以 我要說很擔心 所以 那個時候呢 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給我猜一下 好不好 給我猜一下 我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就 直接在一起了 我猜一下 我做了什麼事情 我就做這件事情 秒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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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現在她想一想 都覺得湯匙太瘋狂 沒有 阿軒來了 嗨 沒聽到前面 哈哈 送花 送電子 不是 來繼續拆 繼續拆 反正 我就是做一件事情 就跟 這個女生秒在一起 牽起她的手 我現在想想 我都覺得我那時候真的是有夠瘋狂的 超瘋狂 衝到馬路上 不是不是不是 好啦我可能要公佈答案了好不好 答案就是 等一下 但是我先跟你們講 做這件事情 你一定要百分之百 保證他真的對你有意思 好不好 你要百分之百確定喔 因為這個很賭喔 超賭的 直接壁咚 我跟你講 我那時候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就直接清下去 我嘴巴清下去 我們之前見面的時候 剛好那天是冬天很冷 他穿短袖 他那時候有跟我講說 我能不能報你一下 我說可以 那時候還沒在一起 所以有了這個動作 我確定這個女生對我有意思 後來我們約好公佈答案的那一天 前面呢 他也有說報一下 這樣 然後 所以他擁抱完之後 他不是公佈答案嗎 他不是說他覺得太快 他覺得要再久一點 但是因為我擔心嘛 我擔心拖太久 可能溫度就沒了嘛對不對 我就反問他說 可是我們有擁抱過了 那朋友之間 很怪啊 他說不會啊 因為他他就是 我覺得他有一點點受過那種 國外教育吧 所以對他來講 他就擁抱在國外 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事情 所以他說 國外的朋友 見面也會擁抱一下啊 他這樣反顧我 所以呢 我他說就釋出殺手劍 直接往嘴巴親下去 但是我跟你講 我親下去的當下 我就知道有了 因為他有回應我 如果他今天不要 他會嗓 或者他愣住 可是我親下去的時候 我是感受得到 他的嘴唇是回應我的 所以我就知道有了 然後當我親完之後呢 我就再反問他說 朋友應該 如果是朋友應該 不會有 然後 接完這件事情 就因為這樣 就在一起了 猛不猛 各位 這狗肩不好把 現在還是很佩服我自己 你知道嗎 我看看你們 你們在留言 這很猛 算你有勇氣 現在就不怕 被打巴掌 我現在 我想你先分享 我現在在警局 主播可以來保護 保護一下我嗎 所以我才跟你們說嘛 你們做這件事情 一定要確認 這個人是真的真的 你確定 他是真的對你有意思 不然我跟你講 你真的是 這個是 這個是就是賭注 你知道嗎 就是 不是大壞 所以如果他今天呢 其實根本對你沒有什麼意思 你自己入味了 那你真的就會送金局了 可以幫忙一下 那個人在警察局的朋友 對 沒錯 好不好 這是一個賭注 換個角度想 對不對 對 這是不是在那個韓劇裡面 才會發生的劇情 浪漫啊 對不對 我會講啦 如果是 互相喜歡的 這件事情就是超級浪漫 但如果是今天這個人 是真的對你還好 哇 就直接掰了你知道嗎 真的就掰了 警察手術就是這個人 哈哈哈哈哈哈 這裡我下去 不是有局 就是警局 哈哈哈哈 真的 對 真的耶 真的真的真的 不是 不是有局 就是警局 唯一一次 真的是唯一一次 你繼續越小越有勇氣 真的耶 這是真的 現在真的是 現在真的是不敢勒 感謝 各位今天的觀看好不好 我們下次再開 那各位我們先到這囉 謝謝各位觀看 再見 掰掰